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 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 心は進化するよ 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 Hello 今天是活動亂講堂心 旁邊是一臉顏色的老徐 今天呢我們來到的是 上海的一家餐廳叫做 Hello Kitty一鍋鮮 它是一家你一進店 就能感受到有很多 Hello Kitty的元素啊 蝴蝶結的元素啊 就是一家非常可愛的店鋪 所以今天我們就一探究竟 來看一下Hello Kitty的 火鍋店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第一步就是先點餐 它的話是這樣小鍋小鍋的 所以一份鍋的價格也 不是很高 十幾元到二十幾元吧 會有肉啊菜啊都有 然後小吃也有 然後你會看到菜單上 會有這些可愛的圖案 很多食材都是被做成 Hello Kitty的樣子 一桌子都是我們點的菜 我們今天點的呢 有午餐肉杏仁豆腐 然後還有板豆腐 還有腐帶還有骨豆腐 反正就好多 你們看它的這個超可愛的 你看它的福袋就是超級無敵的可愛 然後上面就是有Hello Kitty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現在送它入鍋吧 它這裡除了我們剛剛說的超可愛的福袋以外 然後它的午餐肉啊 甚至最神奇的我覺得是這個 鴨血 對 它的鴨血是用Hello Kitty的模具做的 所以鴨血也是 變成了Hello Kitty 對這個是我覺得最惡趣味的 就是有種黑幽默的感覺 你煮這個東西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你的鍋裡開始慢慢的都是 充滿了Hello Kitty 很好吃耶 是鴨血啊 嫩嗎 嫩超好吃的 有Hello Kitty的味道嗎 真的不是 你能看到這邊的環境呢 都是以Hello Kitty的主題為主 然後它的牆壁上的跨 它不是每一個位置都是一樣的 都是有一點點區別開來的 從桌子到椅子 都會有不同的Hello Kitty的元素 而且我覺得這裡有好幾個點 是非常適合拍照的 比如說抓娃娃機那邊 還有門口進來的那個椅子 可以拥抱Hello Kitty 對那個玩偶我覺得超可愛的 它的午餐肉是這種超大片 超厚的這種午餐肉 然後我們吃吃看 因為你們知道 老徐自稱是午餐肉的專家嘛 好吃耶 這餅子好像午餐肉 超大午餐肉 大型吃午餐肉現場 這午餐肉是 平均水平以上的午餐肉 好吃的 我好期待吃那個豆腐 豆腐好吃嗎 這是豆腐 土豆Hello Kitty 土豆也真的是土豆 它的這杯飲料 我點的是桃桃 我點的是Hello Kitty又有 它上面是有一層奶蓋 然後下面是桃子的那種果肉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的奶蓋水果茶 果肉含量特別多 柚子味是帶那個苦的柚子味 就非常的好喝 感覺就是鮮果炸的 那我要吃它的福袋 然後煮了以後上面還是有這個 Hello Kitty的圖案 這個我覺得是最高級的一個 對就最好看的 因為我們平時去吃便便的福袋 它裡面加的都是香菇和肉碎 但是它裡面是真實的魚肉丸 然後蝦也有 蝦肉含量特別高 然後是QQ彈彈的 很有彈勁的一個魚丸 好有誠意哦它這個 它跟你吃到那種關東煮的那種 完全不一樣 它是有自己在做東西 它是有新鮮的感覺的 最後我們吃一下椰子紅豆糕的 很重的椰子味 椰子香很濃郁 反而紅豆沒有那麼突出 但是它的口感的話 椰子的部分是滑滑坦坦的 紅豆是有沙沙的感覺 對 今天我覺得我們可以評選出一個 最佳口味獎和顏值最高獎 顏值最高的我覺得是福袋 顏值最高是福袋嗎 那是什麼 我覺得顏值最高就是豆腐呀 因為豆腐飄在這個鍋裡面 它就非常的明顯 好 那我們說最好吃的 3 2 1 福袋 最後我們進行一個總結 我覺得這家店不只是只有外表的 我覺得吃起來也很OK 食材的品質都是在水準線以上 然後價格也不貴吧 我覺得不貴也不便宜 反正就是中等 畢竟它用這些有的沒的做這些東西 是很費時間的 不是一些通用的食材 對 然後衛生物我覺得還可以 如果有來上海這邊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來打卡的一家店 值得推薦 然後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關注我們 如果喜歡這家視頻的話 記得給我們留言 點贊加轉發 因為你的一個小知識小物種 對我們來說的是 非常的重要 然後拜拜 還有十分鐘開門 這樣好奇葩喔 我給你看一下這個壁 你看這個我壁 對焦 然後鴨水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福袋真的很有靈魂 它在鴨水還蠻新鮮的 然後午餐肉我覺得很好吃 午餐肉環動量還是蠻高的 飲料很好喝 你們過來一定要點飲料 不要喝白開水 因為我本來是點白開水的 然後我現在把婷婷的飲料就在狂喝 好